數二千計位內瑞拉人在首都加拉加斯悼念查韋斯逝世 聯合國說超過一百萬名敘利亞難民已經逃亡到約旦 馬來西亞軍隊向自稱擁有婆羅洲島的菲律賓武裝分子發動攻擊 南韓將軍金融縣說如果北韓發動侵略,南韓軍隊預備反擊 歐盟宣布因為微軟違反反壟斷協議被判罰款7億3千萬美元 接近150名書機主教已抵達梵蒂岡,預備出席秘密會議選出新教宗